在武汉市疾控中心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团队 武汉市12320卫生热线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正是他们将爱与温暖传到武汉的千家万户 2月11号上午 中兴社记者来到了武汉市疾控中心壁栋四楼 在12320热线作息办公室 记者看到有8名话务员正在忙碌着接听武汉的市民来电 据悉自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他们每天的通话量较之前翻了几番 一个话务员一天下来 从之前的几十个电话到现在的近300个电话 这让目前留守武汉的8名话务员都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 话务量的话比平时要增添了几番 因为平均可以这样说一个早班的话 可能一个人平时接几十个电话 现在一个人要接两到三百个电话最少 因为毕竟我们的人员有这么多 而且市民的诉求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话务量无形的就有一个很 一个突破性的增加吧 话务员刘佳介绍 有很多市民会把对病毒的恐惧 对未来的焦虑 对家人的担忧等都打电话进行发泄 甚至还会谩骂 为了安抚他们的情绪 有时一个电话要持续三四十分钟 而且话务员还要一直保持亲切友善的态度 不仅工作超负荷 许多话务员的心理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 几乎每天都会哭上一场 但即使是这样 12320的姑娘们 还是选择默默克服一切困难 坚定信念 做好本职工作 所以起码就是市民需要我们 我们就要在这个岗位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 尽好自己的一份力量 能帮助所有市民 因为现在很多市民现在有一种恐慌 感觉这个病情很严重 所以我们的职责 首先就是要宽慰他们 让他们没有任何的压力 舒缓自己的心情 这样对他们病情也有帮助 华务员作席班的班长曹倩 自疫情发生以来 已连续半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他还主动帮其他暂时 无法赶回武汉的同事代班 四岁的女儿很想妈妈 总是用爸爸的手机给妈妈发视频 但视频一接通 女儿就开始哭 这让曹倩很是揪心 一提及自己的孩子 曹倩眼眶有些湿润 可是电话响起 他又赶紧调整情绪 用热情的状态接听市民的电话 这边更需要我们 然后岗位上的需求 我就一直坚守在这里 在接电话中 确实有一些很疲倦的现象 但是有市民他对我们这边 会接完电话后 会有一声谢谢的话 我觉得很软心 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为我们的员工心情复苏 点赞 请广大的市民放心 我们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共同打赢这场主角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